为了选票,朝野领袖开战 刘华财反接张庆幸的短纯挂加理论 怒斥团结政府极端 但张部长也使出了一记回马墙 完整内容请继续收看9月26号的百革大事迹 晚上好,我是家炫 轰动全国的GISB性虐待儿童风波持续延烧 首席安华昨晚在长明马来西亚智慧论坛上 至此时强调 团结政府绝对不会妥协于涉及GISB的错误行为 否则他担任首相也毫无意义 他说即便GISB经常宣称捍卫伊斯兰 但是任何人只要违法都会受到对付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300名GISB的成员 包括管理高层被扣留 而警方在调查中也起货各种与邪教组织 奥根教育有关的书籍、文件及照片 全国总警长拉沙鲁丁指出 GISB也在其商业活动中 使用本身版本的穆罕默德祈祷文 而该组织对领袖的偏执和神话程度 已经扭曲了正统的伊斯兰教义 他补充经过警方和税收局的调查 发现GISB公司不曾缴税 根据媒体之前报道 GISB公司业务涵盖非常旺 包括超市、餐饮、家型养殖和供应等 业务遍布亚洲、欧洲、中东和澳洲20个国家 年收入超过1亿8千万令吉 另一边乡 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 近日也对GISB体下的12家公司 处于总额达440万令吉的罚款 部长阿米战表示 经过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的调查 结果发现这些公司没有按照规定 提交年度报表和财务报表 换个焦点 柔逢马格达州议席补选投票日 进入倒计时 但旅游部长张浅信 与民政党主席刘华财 为了华裔选票却隔空开战 针对张浅信要求选民做出明智选择 否则以后断圈只能够挂在家中的言论 刘华财昨天反击 形容团结政府才是极端的政府 他举例强制参馆申请清真认证 派Jakim官员进驻各政府部门等风波 都是政府挑起的议题 而对刘华财的反击 张浅信也来了一记回马墙 他昨晚在追缆出席活动时 就大力抨击刘华财忘本 忘了自己是华社 他认为刘华财虽然和丹尼种族政党站在一起 但他不该忘本 张浅信也质疑对方如此抹杀华赦 难道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吗 来到补选最后一刻 国阵巫统候选人赛福星 竟然被爆打人丑闻 图团党宣传局成员巴德鲁西山 今天发文告揭露 赛福星曾涉及口角和智商事件 并职业警方是不是因为对方是政治人物或有钱人的孩子而选择包庇 对此 巫统主席阿摩扎西出席原住民活动后受巡视澄清 赛福星当时是为了维护一名被一群人骚扰的身障人士 而这起事件并未构成法庭案件 在阿摩扎西看来 国盟就是在炒作课题 他也抨击反对党已经前驴即穷 才会试图通过这样的指控 让选民对赛福星失去信心 作为当事人 赛福星也否认自己曾涉及刑事案件 他也表示不排除会对巴德鲁西山采取法律行动 赛福星指对方的行为先是国盟选情告急 所以才会采取如此不文明的政治手段 吉打州大臣莫哈莫沙努西 去年因为涉嫌发表 被指犹辱和不尊重薛州苏丹的言论 而在施拉阳地庭面对两项煽动罪控 当时他否认有罪 获准一万令吉保外候审 如今事隔一年 沙努西终于在昨天公开向薛州苏丹沙拉福丁殿下道歉 同时也发出官方道歉信 以寻求殿下的原谅 薛州王室办公室今天上午在脸书贴出 沙努西在昨天寄置薛州王宫的道歉信台 沙努西在信中请求殿下的宽恕 并承认他的言论引起不适 伤害了殿下的心和感情 在收到道歉信后 沙拉福丁殿下基于伊斯兰和马来民族之间的情谊 决定宽恕沙努西 并提醒对方今后要更加的谨慎发言 殿下强调作为穆斯林 如果对方的道歉是真诚的 应该给予宽恕 不过对于沙努西的道歉 前行动党中尉邓张琴就在脸书发文调侃 如果一位领袖需要花14个月的时间 才明白他对马来统治者的无理言论 那么他要么没诚意 不然就是愚蠢 换个焦点 薛州总警长古马 今我针对戈达丁义县 东南镇巴西英丹 原住民村矿区水贡 受到非法倾倒工业废料污染事件 召开记者会 古马指出警方一共逮捕9人 其中5人今天被提供上庭 另外4人获得保释 古马强调河流是重要的水资源 和国家关键的服务项目 因此警方对破坏者绝对不妥协 警方目前援引国家保安之特别措施 法令SOSMA调查5名嫌犯 tindakan ini adalah mesej kepada semua bahawa pihak polis pihak polis diraja Malaysia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tegas dan si pelaku jenayah terhadap elemen-elemen penjembaran sungai akan berdepan dengan akta ini dan daripada 5 yang tuduh itu 4 warga tempatan manakala seorang lagi warga negara asing seorang yang warga negara asing merupakan salah satu pemilik syarikat tersebut untuk makluman juga 28 orang penduduk kampung telah mengalami simptom pedih mata terhadap elemen-elem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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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除了这些焦点新闻 大世纪结束之前 还有其他热点新闻 要跟你分享 各位注意了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尼克明指出 该部门正在修订法案 乱丢垃圾者将被罚款 而重犯者 则需要穿上特定的制服 进行社区服务 包括清理街道 沟渠等 尼克明希望 这项修正案 明年能够在国会通过 他强调 保护环境是大家的责任 特别是明年 大马将成为 东盟轮值主席国 许多会议将在这里举行 而2026年 也是大马的旅游年 需要树立良好形象 来迎接外国友人 再由老翁 勿采油门酿货 这次是发生在 以保宾汝港 一间卖杂菜饭的使店 赵霍司机 是一名89岁的老翁 车内还载着妻子 根据了解 事发当时 约今早11点 有老翁所驾的 麦威轿车 停在路中央 车门敞开 随后轿车 突然冲向一辆摩托车 并撞入一家店内 导致白钢食品价被撞毁 车头也严重凹陷 索性没有造成任何人民伤亡 警方接获投报后 去到案发现场 向老翁录供 并展开调查 而店家也已经和老翁的儿子 取得联系 以商谈赔偿事宜 韩国羽球好手 安喜音 在巴黎奥运羽球女单 赌得金牌之后 公开表达了 对韩国国家队 和羽毛球协会的不满 秉扬言要退出国家队 随后他揭露 自己在队内长期遭到霸凌 随着韩国国会正式揭入调查 更多细节开始浮出水面 根据安喜音方面的举证 他在队内不只要为教练 前辈和资深队友干杂活 还遭受到语言和肢体暴力 更令人发指的是 他甚至需要为那些年长的 男球员洗内裤 据悉 韩国羽球队普遍存在 以老其小的风气 而这次的调查 不只限于霸凌问题 还将调查韩国羽协官员 涉嫌与赞助商勾结贪污 强迫选手选择赞助商的情况 如果你还想深入了解 哪期新闻内容 欢迎留言或私信我们 也记得追踪订阅百格 我们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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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回见